尴尬了陈妍希,穿短裙路那么大一个地,网友,难怪能生男孩! 陈妍希因出演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走红》,并凭借该片获得全球华语榜中榜最佳电影女演员纽约亚洲电影节新人奖第十二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受注目表现奖等。 但是她在大陆发展也就一般般,不过小编觉得她出演最好的一部剧就是《秦时明月》,相信大家都看过。 陈妍希和陈小结婚以后,狗粮撒了一大把,让网友看了也羡慕不已。 话说陈妍希都是35的大龄女了,在娱乐圈里能找到真爱可是不容易呢,在去年更是有了两人的爱情结晶,小星星。 付出的陈妍希拍了一组写真照,从照片上看,一点也不像有35岁的人,更像是一位成熟一点美少女。 穿搭上也是非常时髦,没想到变成辣妈的陈妍希还那么热衷鱼秀身段。 一字尖的衬衫搭配牛仔短裙,裙子太吸睛,特别是那一排金属扭扣,不知解下来会怎么样。 裙摆下露出细腿,皮肤细白又光滑,脚踩一双刺眼高跟鞋,配上一头短发,简直美极了,但也由网友注意到陈妍希穿短裙定太大,网友难怪能生男孩。 不得不说陈妍希微胖身型穿连衣裙还是很美的,就比如穿这条修身版型连衣裙,身无领设计,加上傲人赏尾看起来是多么妩媚有气质,再戴一条项链,抹上鲜艳的红唇,气质女生也不过如此。 短袖踢搭配印花牛仔裤,踢宽松百姓也藏不住陈妍希二人上围,衣角内脸小处理,同样是戴一条项链,扎起丸子头和手插住裤扣带,大领女陈妍希合理搭配也能秒变少女。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